视频一开始 两名身着粉红色T恤的女生 将一位只穿着贴身裹胸的少女 逼到乱草丛生的树林一角 一边威胁女生脱去上身所有衣物 一边用手机拍摄 被褥的少女裸露上身 被逼不许用手遮盖 惊恐万分的她连连后退 惊声尖叫 这时从侧面冲进另一名女生 开始在被褥少女的胸前进行猥亵 并得意的要求同伴帮助自己 留下羞辱少女的照片 而后来的两个女生也开始跟风 拍摄与被褥女生的裸照合影 被褥少女吓得求饶 但是这些同龄的女生 却依旧不依不饶 一顿谈判后 开始对她大打出手 接下来这几名女生的行为 更是变感加厉 半裸不算 他们还试图撕扯被褥女生的裤子 后来势单力薄的被褥女生 只好在众人的胁迫之下 自行脱去下半身衣物 被褥女生吓得一直哭泣 而站在一旁的几个女生 却不以为然 多人与她合影 取悦不说 更是多机位拍摄 整个视频长达十分钟 而参与羞辱的八个人中 不仅有女生 更有男生加入其中 视频最后 被褥少女被迫 逼到一堵墙的墙边 被水浸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